我注意到有关报道 日本向海洋排放核事故污染水史无前例 事关各国的重大利益和关切 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目前所谓的对日监测 没有机构理事会授权 未经成员国充分讨论 只是秘书处向日方提供的技术咨询和支持活动 缺乏国际性和独立性 7800吨核污染水已经排入海洋 但国际社会迄今仍然不了解 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的具体监测安排 国际社会要求建立一个邻国等利益攸关方 充分实质参与 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 就监测的核素种类 频率地点范围报告等制定详细的方案 日本和机构秘书处都应当以负责 严肃的态度做出回应 我还要指出的是 任何监测都不是对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认可 赋予不了日方想要的排海正当性和合法性 日方应当立即停止 向世界转嫁核污染风险 мотря隔力道 中文字幕连在这里 和平民意图整面 中文字幕连在这里